农历10月15 水关大地圣诞 香安公举办寒冬送暖 外务会发动了募集尿布奶粉经费 总计募集17万元 全数捐给创世基金会 我们想说因为 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个慈善单位 作为我们这个捐赠 同时帮我们的神明 宣导说救济世人的一个概念 这个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上次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 还有一些发票的一些改变 因为很多都是从线上云端储存 其实他们实际上收到的 实质发票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想说 因为是进购一个力量 香安公的刘主委 一听到说我们创世急需 今年急需尿布跟奶粉的经费 在景气这么低迷的状况之下 然后他依然仍然的 就帮我们发起了公益 然后就是用基隆的方式 那总共募集了 就是号召了107位的善事 那就是来帮助我们创世基隆分院 我们目前有43位的院民 那一天就要用掉 430片的尿布的部分 那奶粉的部分呢 一日餐食是六餐 那一餐是50块 需要300块 那希望呢社会大众呢可以就是 呃 一样就是响应公益的部分 那帮助我们就是可以300 一个月300 然后支持我们的尿布30片 或是我们的餐食 一日餐食的部分 水关大地圣诞千秋 庙方举办活动 虽然不景气 但香安公爱心不断 在得知创世基金会 因为今年捐款短少 信众发挥爱心 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就达成了募款金额 我们在新鞋公刘主委的代理之下 捐赠好他的物资 例如说有尿布 奶粉还有现金 我想捐助给我们创世基金 给这些职务人 啊 再来喔 大贪金一定要要怎么你知道吗 要继续管让我们创世基金会 让他们继续照顾更多 我们给人这么艰苦的植物人 这些个案好不好 好 做大家的福让我顺利选上议员 然后我也尽量 就是很尽力的在为我们基隆市 争取机车烤照练习场 还有我们的国有土地跟空污的问题 我都一直在在争取 三观大地就是在我们附近 是因为这边比较深上 所以有些人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唤起大众 来我们三观那边 来集中拜拜这样子 西安宫是新建里 安平里 安明里三里的西洋中心 主持人供奉三观大地 信徒相当多 平常热心公益 香火鼎盛 这一回岁末年终 伸手帮助创世 在地方传为佳话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